Hey you guys and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t's been a while 很久没有用相机 用这个高清的麦克风这样录视频了 所以今天呢 这样子看到我是不是觉得还有点 It's been so long 好 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用一点味道来 净化一下这个空间吧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red fig 一个红色无花果的香气 就是 清新的 新鲜的无花果 从树上摘下来 带着叶子 把它从中间剖开 然后揉一揉叶子 让里面的精油挥发出来 It's just so Italian You know Italian summer vacation vibe OK 好 那么今天这一期的视频呢 叫做经常 EMO 我们需要听到的一些话 让我们感觉到 自己的内心小孩是被抚慰的 是被关爱的 对吗 好 然后在我们开始讲这些话之前 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原理 就是为什么你仅仅是通过一些话 诶 你就发现你的感觉不同了 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 OK 好 然后我们就现在看 比如说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你 对吧 那么 在你有感觉之前 我们来这样子写啊 首先呢 你是需要有一些想法的输入 都开始于你的想法 这个thoughts 接着这些想法 它们会产生你的感觉 feelings 然后再根据你的feelings 又会回到 那么你下一步会做什么 就是你的actions OK 是这个逻辑 大家去想一下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啊 你今天如果说是特别想学习 OK 这是一个感觉 对吧 那你特别想学习的时候 你可能会做的行动 就是啊 你去看书 你去看视频 对吧 但是是什么样的想法 让你有了特别想要学习的 这种动力 这种感觉 那一定是 我来猜一猜啊 比如说你认为学习对你来讲 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对你来讲 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你学的时候 也觉得很快乐 你呢 又非常相信自己 是一个很有学习能力的人 在整个过程里面 你都觉得自己 哎呀 不断的在成长 不断的在吸收 学的东西呢 又让你变得更加的睿智 更加的聪明 所以你就非常非常想学习 OK 所以我们来想一下 那么经常emole的人 emole是这三步里面的哪一步 是feeling的这一步 对吧 那么当你感觉到emole的时候 实际上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让你这个样子 OK 比较常见的 让人emole的想法 有什么 你们有很多朋友 都是我的老粉丝了 对吧 所以你们现在可以自己来先回答一下 比如说 自我批评 算不算是 一个让人一模的想法 比如说 你怎么这么没用啊 这下小石头做不好啊 你真是个猪啊 你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啊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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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胖啊 你怎么这么 你怎么这么 我记得之前和 一个朋友做过一个游戏 他说他想发现自己的潜意识 我说好啊 很简单 我们来做一个游戏 我说话 你填空就可以了 我说 你先回到小时候 你的那个家里 给你们看一下啊 就好像在这个图片上 我说你回来这个家 这里面有你爸爸有妈妈 可能还有小小的你 对吧 好 然后 我来说话 你填空啊 比如说 我就叫他的名字 我说 我说 你怎么 然后他来 凭直觉 说出他听的最多的 最习惯说出来的那句话 所以他说的是 你怎么又做错了 然后我说 叫他的名字 比如说就叫他宝宝吧 我说宝宝你过来 然后我说过来的时候 他接的话就是 哎呀 怎么又犯错了 就发现 他接收进来的这些消息 大家去看这个 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断的在吸收东西的 就是你看着我 你是在吸收一种视觉信息 你听着我讲话 你在吸收一种听觉信息 然后你走到哪里 你都是用全身心的在吸收 对吧 那么如果啊 你是处在这种环境下面 你经常吸收的 都是关于你自己的负面的信息 那么久而久之 你会怎么样看待你自己 你会怎么样看待 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OK 所以经常阴谋的说 我们大概率啊 就是在想 哎呀 自我批评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恐惧 就是 你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你大概率 把未来想的黑暗了 想的灾难化了 所以 你人虽然好好的在这 但是你整个人的状态 已经不好了 OK 好 那么还有什么可能让我们一模 就是有一些怨恨 有一些没有被释放的 愤怒也好 委屈也好 没有被看见的 很多压抑下来的情绪 慢慢的变成了怨恨 还有一种是什么 是内疚 就是 如果你的家庭 给了你很多的内疚感 比如说 哎呀 我们家真的很不容易啊 你看我们很不容易了 也拿这些钱 去给你干什么事情 然后你每次做什么事情 他们都会说 我们家里很不容易 我们家里很匮乏 我们等等 OK 好 那么 所以现在啊 大家了解了这个过程 就是你的想法 让你有了感觉 emoe的感觉 或者happy的感觉都可以 然后你就会有一些行为 然后这些行为就开始塑造你的现实 就比如说 如果你经常相信你是一个很自信的 很有能力的 你可以成就你想成就的任何事情 那么慢慢的你的现实就会变成这样 因为你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 你的实际行动 是和你的想法和你的感觉完全符合的 OK 但是如果你的每天输入的想法是 哎呀 你不行啊 你真的没有用啊 你不如是谁谁啊 那么 会形成什么样的action 你的动作会是什么 就是 你根本不相信你自己能做的话 你就不会去做 那你不会做的话 你也就不可能成就 你想成就的那些东西 对吗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拖延 有的时候我们会故意的破坏自己的成就 就是因为大家要回头看 你每天给自己输入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就是说你每天见什么人 读什么书 和谁讲什么话 置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这些都非常重要 他们在塑造你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OK 好 所以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写的这些话啊 你们再去听 你就是在有意识的改造你自己的想法 就好像什么呢 就是你去看了医生 查了一下你身体里的微量元素 然后医生说啊 你缺铁 好 然后你说我就去补铁 我吃含铁的食物 然后你的身体就会变得更好 对吗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的心灵疗愈师会来看你说 嗯 我看你缺什么 缺的是自信的想法 缺的是爱自己的想法 缺的是自我滋养的想法 缺的是你也很重要 你也可以是第一 你不需要让着别人 每一个人缺的想法可能不一样 然后到这里来补一下 你就会发现 诶 我整个人好像变了 我不再是原来的想法 我不再是原来的做法 那么慢慢 你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你 你就变成了全新的 疗愈后的 完整的你 OK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这个创作的过程呢 是我早上看着 我的内在小孩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照片吧 这个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这是我的哥哥 算是我的大姨的小孩 那就是表哥吗 嗯 然后我看着这个小孩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会涌起非常多的 关爱 柔软 温暖的感觉 就想要输送给他 OK 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啊 有一些也许可以对应到你的小孩 有一些不能的话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改写 你肯定累了吧 过来休息休息吧 别再批评自己了 我知道你真的已经尽力了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爱很爱你哦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不管事情怎么样 好的或者不好的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宝宝 有什么委屈吗 有的话就跟我讲讲吧 不用自己一个人憋着 在创作的时候 只要说你想说的就行了 真诚最重要 如果你不想学那些五花八门的 结构 模式 各种算法 那就不学了 做你最开心的那种 就可以了 你可以开辟你自己的方式 你真的每一天都在进步呀 我都看在眼里 你真的是我眼里最棒最棒的小孩 你真是我眼里最棒最棒的小孩 我喜欢你 在唱歌的时候 跳舞的时候 闪闪发光的样子 我为你每一天的成长 都感到骄傲 你可以成为任何人 你可以做成任何事 只要你相信 只要你相信 你可以让任何梦想成真 你有这个能力 这个世界很爱你 我很爱你 你可要记得 你是个有很多很多爱的小孩哦 你有那么多的天赋 我看着你越来越相信自己 越来越有勇气 挑战新的领域 甚至挑战生命里的权威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小孩 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小孩 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小孩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有你独一无二的使命 活出你的光彩吧 活出你的光彩吧 这个世界需要你 无论你什么时候需要我 我都会在你身后的 我都会在你身后的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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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爱你 我们都爱你 听到了吗 这些话 是我真心实意的 想向你表达你很重要 你是被爱的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我是爱你的 而且我愿意学习更多 怎么样去更好地爱你的方法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小孩 你是一个很重要的小孩 你的存在对我来讲很重要 谢谢你 大家可以去体会啊 当你说完这些话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什么 当我读到 你是个了不起的小孩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生起一种感觉 好像要爆炸了一样 你就是个了不起的小孩 真是个了不起的小孩 我的内心小孩 他渴望有很多很多的认可 肯定他想要被别人需要 被别人爱 所以当我给他读这些话的时候 他就会感觉很好 很温暖 充满动力 充满激情 心里的那个装爱的小杯子 就被满满的装上了 这样子多出来的爱 一出来就可以去给到身边的人 给到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比如说这个视频 所以也希望这一期的视频 并且你有帮助 当你感觉不好的时候 就回头去看 到底是什么想法 让我现在感觉不好 然后就像是缺铁补铁 缺维生素C 就去吃橙子一样 去找让你感觉好的那些想法 当然有些时候 我们的感觉不好 可能是因为你的身体 向你发出了一些疼痛的信号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去找中医条例的书啊 像是西医 关于这个人体构造啊 瑜伽方面的书 调整饮食 调整作息 调整姿势 我们总是有办法 让自己可以感觉更好 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OK 我非常感谢大家 来观看这一期的视频 希望对你们真的有帮助 要是有帮助的话 就请你们在评论区打有帮助 就行了啊 这是虽然简单的三个字 但是它可以传达沉甸甸的 既是对我的认可 也是大家接收到了这种 这种温暖的感觉 让你们回一个有帮助 我就知道你们就是接到了 OK 那么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吧 今天戴的这个耳环是 我的店里心上的一个叫 You are loved 就是你是被爱的耳环 它的正面是圣母玛利亚 就是mother mary 她是queen of all angels 所有天使的皇后 她这样一个角色 她就是代表着慈悲 love compassion kindness you know 就是说啊 很母性 很柔软 很包容 很嗯 的感觉 然后耳环的背面 写的是you are loved 所以这个耳环 配这一期的主题 就非常的合适 再加上这个淡粉紫色的香水 哎呀 配着我这个衣服 我记得我今天真的是母性到不行了 OK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Bye